就是博宝 还好吗 欢迎你来收听 你有没有敬业福 你说这现如今啊 不去参加支付宝的什么 平分两亿 不去集这个五福 都不知道 自己连十个好友都没有 人生六大望而不得 之前三个我们说过啊 是长生丹 后悔药 铁道部的火车票 而后面三个呢 是望情水 情花毒 支付宝的敬业福 还记得二十年前 你吃干脆面 接卡片的情景吗 总是有那么几张卡片 怎么也急不起 二十年后 这个场景多熟悉是吧 其实有时候啊 对于这种活动 认真你就输了 我们老板都说啊 真正的敬业福啊 就是你上班啊 这个不玩手机 不抢红包 我对你印象好了 年底给你加工资 有道理啊 就是 而过年吃年夜饭的时候啊 就算大家都在抢红包 我也不会去抢 毕竟我妈做的饭太好吃了 我妈在厨房煮饭 我闻到一股怪味嘛 就跑过去 就对我妈说 妈 我好像闻到了壶的气息 有壶吗 我妈叹了口气 掏出手机说 我只有和谐和富强 你缺哪个 那还用说 当然是惊艳了 什么 壶服 别黑我们 妈妈 你今天晚上炒的菜好好吃啊 怎么那么辣 真过瘾呢 是这样的 这个我这个辣椒啊 放过头了 一家人都不敢吃 本来想喂狗的 怕把狗给辣死了 后来想到你是爱吃辣对吧 热热给你吃 其实啊 在外地呢 经常很想家的时候 主要也是想妈妈 做那口饭 有一次特别想妈妈 就打电话过去 妈 我想你 我下辈子 我还做你闺女 结果电话那头 我妈进了好久 估计也感动的不行 然后回了我去 下辈子 下辈子 你就放过我了吧 不过我妈也会有想我的时候啊 比如她给我打电话 说 闺女 你多久没回家了 快半年了吧 我跟你爸都挺想你的 你爸说他 现在不管做什么 眼里都是你的影子 顿时我就感动的不行 热泪盈眶呢 我说 妈妈 我明天就回家 那我爸现在在干嘛呀 我妈说 他呀 刚喂萝子 现在在喂猪 你是喂萝子 喂猪 就会想到我是吧 嘿 有年快中秋节了吗 特别想家 我就打电话给我爸 爸 我中秋节要回家吗 我爸说 别吧 我跟你妈还要过节呢 嘿 有一次呢 就是跟父母在一起 讨论以后怎么住啊 我妈就说 我跟你爸爸 以后啊 就两头跑着住 到处去旅游 你自己再买套房吧 不用给我们留房间 我们不想跟你一起住 妈 你在哪呢 那个我刚才超市买完菜 坐车就回来了 等会儿就回家做饭了 我当时就火了 妈 你还记得你跟谁一起去的超市吗 我都在超市大门口 等了你两个多小时了 这人都把我忘了 这个在超市大门口嘛 等我妈的时候 看到一中年妇女 买了菜肉水果 一大堆东西 一个十七八岁男孩 就帮她提着嘛 这中年妇女啊 特别欣慰的就说 哎呀 生个儿子真有用 结果旁边一个声音 悠悠的说 哼 养儿子花那些钱 雇搬运工 都能从东门排到西门了 我妈 我爸养我花了不少钱啊 也不知道回本没 我总觉得这辈子啊 自己最值钱的时候呢 应该也就是六岁那年吧 跟我妈去饭店吃饭 我妈钱包丢了 就把我押在饭店了 我妈还说 我闺女平时啊 那个在家洗碗 洗得可干净了 那给你洗碗啊 小时候啊 我们家门口 条小水沟 挡住了回家的路 我爸感觉抱着我过不去 然后想扔过去 应该可以 结果就把我扔沟里了 还记得小时候呢 我特别喜欢吃黑巧克力 有一次呢 就在家闹脾气 缠着我妈 非要给我买黑巧克力 没一会儿 我妈就买了一袋回来 我高兴拿起来吃 吃完一块 感觉味道怪怪的 还在滴黑色的奶油 只见我妈面不改色 心不跳的说啊 今天那个黑巧克力卖完了 我就买了点白巧克力 泡了一下墨水吃吧 看着差不多 还好我这么多年 总算挺过来了啊 虽然呢 我跟爸妈这个关系啊 一直还算是挺融洽的 但是也会有小吵小闹嘛 有一次呢 就跟他们吵架 离家出走 走的时候呢 顺便就把我们家 这个狗也迁走了 当我第二天遛狗的时候 看到满大街的熏狗启事 那个时候 我的内心是崩溃的 后来我知道 这个跟着狗走 是不靠谱的 再要离家出走呢 应该带些钱 我就偷了我家里的钱 然后就走了 走了之后呢 偶然的一天 在街头的电线杆上 看到了我们家人 贴的寻人启事 当时泪水就打湿了 我的眼眶 原来爸爸妈妈 还是爱我的是吧 结果我凑近一看 上面写着 打残油赏 后来在外面流浪 真的特别特别想家 但是呢 希望家人 可以给我一个台阶 让我回去是吧 万一我回去 真把我打残了 怎么办是吧 在家门口徘徊 一天呢 就看到家门口啊 贴了一张纸条 我以为爸妈 会写着是 闺女快回来吧 我们想你啊 结果 走近一看 上面四个字 单间出租 这个小朋友呢 不能因为小 就任性 发脾气 尤其不能乱讲话 你知道吗 有个小孩子呢 有一天跟他妈说 那房子是爸爸的 车子是妈妈的 我什么都没有 然后妈妈说 长大就会有了 然后这个小孩 就直接说了句 对 你们死了 就都是我的了 这妈妈 为了生动的教育 小朋友 不能这样说话 于是选择了生二胎 我是金钱如粪土 我爸视我如粪坑 农村那粪坑 你知道啦 四面透风啊 前两天天太冷了嘛 我拉肚子嘛 就没办法 上厕所 但是太冷了 没办法 灵机一动 哎 拿手指取暖 我简直太机智了 挺暖和的 只是 后来我在厕所 动了三小时 去年过年的时候 爬山去庙里祈福嘛 我一不小心就踩滑了 滚到旁边一堆猪响里面 这不是重点 重点是我爸第一反应 不是拉我起来 而是拍照发朋友圈 这是亲爸妈 而且我妈当时 看着满身分辨的我 呆呆跟我爸说 要不这孩子 咱不要了吧 那次啊 简直是太脏了 因为我们家人 都有点洁癖嘛 他们晚上 把我没洗干净 结果 硬是让我在厕所 睡了一晚上 后来 睡了一晚上 感冒了 我妈拿了几片药 让我吃掉 睡到半夜 我爸喊了我几声 我醒了 我问咋了 爸 他说没事 那个你妈说 给你拿错药 让我看看 你还在不在 在不在 我就觉得 我能活这么大 真的很幸运 好吗 妈妈 他们都笑话 我是 爆牙 傻孩子 别听他们瞎扯 来 帮妈妈 把这块地瓜皮包了 有一次 我要出去办事 我说妈呀 你说 他们会不会 看我太小 不理我呀 我妈说没事的 你虽然年纪小 可是你长得着急啊 那次 我妈突然 给我发了个视频 我就接了嘛 视频刚连上 后面站了 两三个大妈 谁知道 我妈就来了一句 你看妈 我闺女是不是 长得很丑 我没骗你吧 是不是 我那照片都美颜的 没办法给别人证明啊 每个人都有 自己的Q签名嘛 对吧 后来我发现 我爸签名 写的是 我闺女丑怪他妈 我妈写的签名是 我闺女丑怪他爸 我真的想知道 我自己是不是亲生的 妈 我是不是亲生的 我妈说 那还真不一定 那时候难产 生完就昏迷了 不知道是不是你爸 报错了 妈妈 我到底是不是你亲生的 当然是了 那我想换个苹果6 那年冬天雪下得特别大 我跟你爸赶路的时候 听见旁边垃圾桶里有动静 妈 我有钱 那我跟你爸过去一看 是一条狗 可是妈 我买苹果手机 还差两千 那个狗嘴里面 刁的是你 这个剧情变化太快了 最近呢 这个网上经常出现 什么绑架的事件 我挺担心的 就跟我妈说 妈万一我被绑架了 你怎么办呢 我妈说 这个大不了 就把你卖给劫匪啊 小时候呢 看到我姑姑 吃她儿子嘴里吐出来糖 感觉特别有爱 回家吃饭的时候 我就故意把自己 咬了一口的肉 夹到我妈碗里 看她吃不吃 我妈看我一眼 就把肉给扔了 扔了 我没出声 只是一旁默默流眼泪 到了晚上 爸妈睡着了 我就收拾东西 准备离家出走 我妈听到动静 出来问我怎么回事 我哭着说 妈 谢谢您养了我 这么多年 我就是想去找 我的亲生妈妈 找到之后 我会回来的 然后我就被 挨打了一顿 从此我更加确定 我不是亲生的了 总是无辜被揍嘛 有个天就因为淘气 无辜被揍了一顿 淘气无辜被揍 还是有原因的 晚上要睡觉的时候呢 无疑就听到 我爸我妈说话 我妈说 哎你今儿是不是 揍闺女了 下手太重了 当时小孩 我妈对我好啊 不过接着 我妈又说 我刚才想找个借口 坐她一顿 就发现 没地方下手了 有此我妈 刮善为嘴巴子 我爸心疼 说 你怎么能打孩子脸呢 打破相怎么办啊 我当时特感动 瞅着我爸 心想亲爹就是好啊 结果我爸 紧接着就说 将来没下架 不就是砸咱手里了吗 多费钱呢 我的感动变成小鸟 飞走了 我刚出生的时候呢 是六斤一两 现在一百多斤了 哎呀 我妈总是发愁 因为我胖嘛啊 我就宽慰她说 妈没关系 您就当我是股票 当时六块一买的 现在涨了一百多了 您这多开心的事 是吧 你看人家渣渣戏就说了 咱咱放假没几天 我就胖了 这时候我妈 生不到来了一句 好久都没机会养猪了 现在可以放开心的胃了 是亲生的吗 这才是亲生的 知道吧 把你当猪养的胃 给你做好吃的 拿叫我妈 嫌我胖 上大学那会儿嘛 暑假回家 我妈看我胖成那样了 为了让我多运动 就把家里的网都给停掉了 拿我身份证 到我们家两公里外的网吧 给我办了一千元的会员 而且把我的钱啊 没收掉 没办法 只能走着去 一个月瘦了五斤 真的比健身房子 效果好多了 亲妈 我妈看我的日记 被我知道 我说妈 你亲到了我的隐私 我妈说 我还隐私呢 你有什么隐私啊 有隐私 你出生的时候 怎么不穿个裤衩 我们家人 还是经常会 唠嗑 我妈说 她小时候呢 想当个音乐家 可惜没有钢琴 我爸说呢 她小时候 想当个摄影师 可是家里穷 买不起单反 我就说 我小时候 还想当科学家 然后我妈就说 可惜没脑子 记得当年高考的时候嘛 我爸陪我去 天太热了 我让我爸先回去 结果她老人家 直接蹦出一句话 没事 我主要看你笑话的 咱不能太乐观好吗 我那你学习不好 还懒哈 我妈一直想我懒 我每次就跟她争嘛 最后她说 别人不知道 我还不知道吗 这个我怀你的时候 你从来也不踢我 我还以为你死在肚子里了 所以说 有时候啊 我真的快要被气死了 我说妈 我真不想活了 本以为啊 能够得到她的一番关心 没有想到的是 她抬头悠悠地看着我 不想活了 等过两天 我给你买好保险 你再去啊 有时候我爸妈啊 熟练地掌握了 哪壶不开梯 哪壶的技能 专挑所有 我不想听的话题 跟我聊天 原本心情还好的我 真的是戳个遍体鳞伤 还以为在关心我啊 晚饭的时候嘛 他们又不知怎么起来 再次提到离婚 我当时就笑了 我说哎呀 你们说离婚都说了十几年了 也没见你们动过针呢嘛 我妈说 你呀 你爸爸的我们离是吧 我实话告诉你啊 我们之所以 这么多年都没离成 那还不全是因为你 我还以为我爸妈都爱我 舍不得呢 我说 那就因为我啥呀 然后我爸说 因为 没有人想要你的抚养权 我立刻蔫了 不知道他们开玩笑啊 其实他们有时候也开玩笑 说我不是他们亲生的 我觉得有些烦嘛 就随口说了一句 我知道啊 我知道 我都看到我的领养症了 结果我妈一愣 随即跟我爸吼的 不是叫你藏好的吗啊 然后我愣了 我得静静 彩彩一头雾水 诶 等等 雾水的量则竟然是头 我有一闺蜜嘛 她前段时间呢 告诉我 她有妇科病 可能会影响生育 我就问她多久了 她告诉我 从初中就开始了 关键她现在是28了 我就跟她说 你以前没去看嘛 她说 就是月经半年来一次 一次就一天左右 她自己还小不懂 感觉不是很正常 就就去问她妈 这样是不是不正常 还说都怪她妈 因为她妈竟说 这有什么不正常啊 这多省事啊 一个月来一次 多麻烦啊 还是你好 又省事又省钱 完了还补了一句 我太会生了 特骄傲自行 关键我那闺蜜 竟然还相信了这结果 这病 一脱脱了十几年 是亲生的吗 还有一闺蜜啊 有一次特别忧伤的跟我说 我从小到大 看过两次 我妈 嘿嘿嘿 一次是半夜睡不着 还有一次啊 是下午敲课回来的 重点是 对方都不是我爸 结果 我就说 没事 未必不是你爸呀 你是亲生的吗 有时候不会自我怀疑啊 今天九日播报就说说 是亲生的吗 有一个儿子 拽了拽他妈的手说 妈妈 你没看到那边 有禁止头位的标识牌吗 他妈转头一看说 原来是禁止头位啊 那个 还是 想丢点东西给老虎吃呢 妈妈 那那你还把我举这么高 快把我放下来 能活这么大 不容易 两块钱说 我妈 说我小时候 有一次 我爸喝醉了酒 把我压在了腋下 被子一盖就睡着了 他专门说 要不是他及时发现 我就被闷死了 海淀富莲呢 说长大了 听二姨夫说一事 我爸小时候 不喜欢儿子 我出生不久呢 二姨家生的妹妹 我爸抱去我产房 问二姨夫换不换 所以你现在就这么娘吗 那边还很深说 妈妈喜欢打麻将 可是后来呢 我出生了 妈妈为了我呢 也为了整个家庭呢 毅然决定放弃了麻将 因为她觉得 好像打我比较有趣 谢建峰说 早上睡了个觉呢 我爸妈把我叫起床 我装作没听见 继续睡 过一会儿 迷一呼呼 感觉有人捏我鼻子 我就想开嘴呼吸 结果我爸就顺着我嘴巴 塞了一把盐 不是他给你塞盐 是什么意思啊 我都给你送花了 这位朋友说 我小时候呢 家住农村 养了一条狗狗 妈妈每天呢 都会买上一下猪费 保好粥给狗狗吃 然后就去干农活 等到我起来的时候 肚子饿了 就会盛狗狗的粥来喝 想再起来 当年狗狗没咬死 也是真爱了 等等 为什么我妈给狗煮粥 不给我煮 不理不才说 我喜欢吃面条 我妈把中午剩的面条 热了热 盛出来了一盆 我说妈吃不完 结果我妈说没事 狗还等着呢 气死我了 我要饿死那条狗 我妈就是啊 每次做饭给我盛一堆 等我吃完了 说哎 你都这么胖 应该少吃点 乐方说 我不吃葱姜蒜 爸呢 做了蒜泥白肉 挑一块给我 来多吃点香 我说 你又忘了 我不吃蒜 结果我爸就直接 把这个肉 夹给我妈说 没事 那个老婆 你爱吃就行了 现实生活说 晚饭我妈做的茄子 我嘟着嘴说 妈 你不知道我从来 都不吃茄子吗 哪怕随便弄点青菜 给我也可以啊 我妈说吃个饭 那么多事 那你耳光吃不吃 不说了 我低头吃饭 哎 还说呢 过年前这两天啊 菜市场那个菜价 好贵好乖的 就别跳屎了啊 茄子可能是 前段时间买的 耐放 舅舅舅说 快过年了 那个得了一个蓝尾炎 做了个手术 几天后就可以吃饭了 就跟我妈说 我想吃米饭 我妈说行 我去食堂买 过一会儿 我妈就回来了 但是她真的只买了一份米饭 我说 怎么只有米饭 我妈说 你不是要吃米饭吗 刚好食堂也没菜了 说的好有道理 我竟无言一对 没事啊 那个米饭拌点酱油啊 或者是拿开水泡一泡 加点榨菜 也是很香的 我一朋友小时候 没菜了 她妈还给她吃 白糖拌米饭呢 你说同样是 这个甜的这个米饭 为什么那个 糯米做的那个甜米饭 就那么爱吃 白糖拌米饭 总觉得味道怪怪的呢 一可又说 我妈打电话给我说 这个晚饭吃了吗 我妹好气的说 我没吃饭 可馒头呢 我妈心疼的说 只吃馒头怎么行呢 我听了 顿时心里暖暖的 正准备开口 要点生活费 我妈继续说 不能只吃馒头啊 记得多喝点水 不然容易噎着 是亲妈妈 绝对不是的 这样的 吃馒头不能喝水 不然在肚子里会胀的 南巡南巡说 在洗手间洗手 想让我妈给我拿条毛巾 结果说成了筷子 结果我妈迅速回了一句 这是什么 记得很小的时候呢 我跟我爸妈睡一张床 那时候床才一米五 你会发现一个很奇怪的例子 就小时候觉得 一米五的床就是大床了 现在看一米八的床 睡习惯了 再看到一米五的床 觉得好小好小啊 小时候三个人 挤一米五的床嘛 现在觉得这一米五的床 一个人都不够睡 当时啊 那个半夜 我就听见 咚的一声嘛 我自己掉地上了嘛 这个时候我妈就跟我爸说 孩子呢 我爸说掉床底下了 我妈说 哦 然后两个人就接着睡了 睡着了 黑鸭说 可怜兮兮兮的把手伸给老妈 看妈 我的手被蚊子咬了 然后我妈很诧异的问 刚吃饭被咬的吗 对啊 我点头求安慰 结果我妈说 你傻呀 看蚊子咬你 你就跑啊 跑呀 老妈 我是你亲生的妈 裤头发高说 我们家里有两个姑娘 我跟我姐 今年呢 我姐结婚了 我爸很伤心 坐在沙发上 听她碎碎唏 我的小棉袄 嫁出去了 我就跑过去搂着我爸胳膊说 爸爸 那你还有我呢 结果我爸说 哦 你这麻夹子又不暖和 麻夹子 别拦着我 我要离家出嫂 小白说晚饭后呢 陪老妈逛街 看到别人母子啊 老妈凑过来说 你看那个妈妈 好像也在留他们家的单身狗 像晚说 骗子也要过年 最近骗子特别多 刚刚跟老爸 老妈打电话 老妈说 早上收了一条骗子短信 说我跟女朋友开房 被抓上汇钱什么的 我妈说 一看就是骗子 刚想夸她机智 她又说 你这么吵 怎么可能有女朋友 妈你够了 赵妍呢 说今天问老妈 总交不到女朋友 难道是我要求太高了 结果我妈说 别傻了 是别人的要求太高了 说的好有道理 我竟无言以对 不理不睬说 老妈呢 跟我一起去买衣服 我试衣服的时候 突然发现 试衣间的门锁不上 就让老妈帮忙看着 刚把裤子脱了 一个漂亮妹子 把门就打开了 我们两个都很不好意思 后来我妈说 我看那女孩挺漂亮的 没拦着 我确实亲妈妈 应该是的 但是让那漂亮姑娘 看到你这么尴尬时刻 是不是有些不好呢 这个微笑的 迪妮莎说 明天要去参加一个 老同学的婚礼 无奈自己摘了太久 没什么像样的行头了 正好看到衣柜里面呢 有件阿玛尼的外套 就穿上试试 有钱呀 我们家那衣服啊 别说什么阿玛尼了 基本上都是大柳树市场逃的 他接着说啊 正好衣柜呢 有件我爸阿玛尼外套 穿上试试 结果我爸进来撇了一眼说 咦 怎么那么像路边摊上买的 然后我妈走进来说 哎 就是 怎么看也不像是你爹亲生的 妈呀 我都26了 快告诉我亲爹是谁吧 赵言说 今天下大雨没在洒吗 林雨回家全身都湿透了 我妈肩壮 关心的问道 都说了今天会下雨 让你带洗发露 沐浴露 你就是不听 张大大 哎 大大 那个大大集团不行了 哎 张大大留言说 我爸问我 你会游泳没 我说会了 然后 他说 那爸爸把你扔进钩子里 再给你身上 带一个石头 把你扔下去 你会不会游了 我就跟我爸说 你能说一句人话吗 你咋说话的 你说你爸不是人是吧 你俩父子关系 我看处不好 林音说 跟老妈去离家附近的 这个超市买东西 一不小心的买得点多 出来时候呢 就想推着手 退车直接回家 保安过来阻止 我妈帅气甩了一句 把我姑娘压着 一会儿过来取 于是我就在瑟瑟寒风中 望着她远去的背影 淡淡的忧伤有没有 后来老妈就把我忘了 在家煮饭了 是亲生的吗 你妈也不知道 还人家购物车呀 再说了 你也可以帮着提嘛 原说 一天呢 跟朋友打拍 决定晚上不回去吃饭了 然后开着免TV 爸是我 我爸说 哦 我晚上不回去吃饭了 哦 好 你谁呀 我愣了几秒 看了下手机号 没错呀 朋友一阵疑问呢 就有一次我跟我爸要钱 也是吗 报了卡号之后 等了半分钟 收到我爸短信 短信中写的 你全名叫什么 哭得都喘不过气来 我也是当时 微信少年说 晚上呢 想去外面打游戏 老爸死活的留不住 然后就向老妈求援 老妈从厨房摸出一把刀 冷哼一声说 留不住 我今天就给你表演个刀下留人 就是过年了 好不容易回家 什么叫好不容易 天天在家宅着 反正呢 在家多陪着爸妈 是吧 家里有电脑吗 何必要去外面 网吧浪费钱 小狐狸说上大学 别人的爸妈呢 都泪眼送儿女上车 而我爸妈 在我走以后 大摆宴席 就连我家狗都吃吐了 紫薇说我生日那天 我问我妈 今天什么日子 我妈反问 是什么日子 我说十月二七 我妈说 那是什么日子 我说你猜 然后把身份证 递给我妈 我妈看了一会儿 若有所思 点点头 嗯 长胖了 长胖了 生日还有一位朋友 叫小鞋说 这个QQ上生日 随便填了个二月一嘛 今天收到各种 奇怪的蛋糕祝福 我都开心的 将错就错的 应付过去了 但刚刚收到 来自我妈的蛋糕 妈 你生我的时候是夏天啊 七月二号啊 我真的是亲生的吗 有时候忙的 自己生日都忙忙了 所以我理解你知道吗 两位朋友 拿几次刀向前冲 和自寻苦恼呢 都说昨天是生日是吧 祝你们生日快乐啊 还差一天就双二了 问题是你们俩 这个留言还楼上楼下的 特别有缘 然后看到心里只有你 他说 你怎么知道 我现在躺在床上 听你的段子呢 那还不是因为外面冷吗 你不缩在这个被子里 你在哪 卓民一派说 猜猜为什么今年这么冷呢 打国家开放二台政策 还是没人生 于是政府想办法 人工降雪降雪 让你们都待在被窝里 不想生也得生 你们想跟ZF对抗 门都没有 吕明硬说 自己编的 这个穷死老百姓 只有被奴役的份 活着挣套房 老了没钱养 病了卖套房 死了没出脏 一生呢 跟屠宰场的流水线上的 牲畜一样 真的好不容易在那养老钱啊 最后还是吧 笑着哭了说 彩彩啊 羡慕你 每次做节目都那么好心态 有没有心情不好的时候啊 有啊 谁都有啊 有时候心情不好的时候 也要几个微笑啊 然后做节目 所以当你觉得 心情不好的时候呢 你想想你即将面对 自己最亲的人啊 那你也保持开心吧 你开心了 你身边的人呢 爱你的人 是不是也就 不会为你那么多的担心呢 是吧 什么 就是因为有那么多爱你的人 你才有矫情的表现 伤心求安慰 CRAVE说 彩彩 等你的段子呢 突然有种恋爱时 等对方回复的感觉 等不到心好累啊 放心啊 咱们是定时约会的嘛 一夜七次郎说 小小的你望着冰箱的 跪顶够不着的糖果盒发呆 床大的你望着一步之遥 却开不了口的人发愁 命运非要拿 近在咫尺却无法触碰的美丽 去历练一个人 岁月能让你变得更好 也能让糖果过期 青春变老 好了 这句话呢 就当今天的这个正能量 分享给大家啊 就是很多时候呢 我们都有些遗憾 想想啊 这个2015年 你有什么事情 你什么遗憾呢 今天看了一个视频啊 有个人呢 在这个街道上面 写了一个黑板 让大家填起遗憾的事情 后来很多人呢 遗憾的事情都是 一个梦想没有完成啊 人呢 没有来得及表白啊 一个机遇呢 没有抓住错过来啊 等等啊 虽然 我们有那么多遗憾 但是 我们还有今年嘛 明年啊 这个 如果说 有一些事情呢 确实想做啊 不要犹豫 想做就努力的去做 抓紧机会去做啊 人生嘛 短短这么多年 不要给自己留遗憾啊 所以 我特别想跟你表白 你知道我有多爱你吗 如果有一张敬业服 我会送给你的 人嘛 总会犯错误的 就像吃芝麻 哪有不掉烧饼的 对 我就是那个 那个 烧饼上面掉芝麻的脸的 主播猜猜 谢谢你支持节目 那 如果你喜欢我的话呢 也希望你可以关注到 我的微信平台 和新浪微博啊 微信平台号码呢 直接在订阅号当中 搜索财财财 是财房的财 新浪微博是 at1053财财啊 也谢谢所有 在这期节目当中 的段子的 提供者和作者啊 很多呢 我就引用成了第一人称 胡扯君 会面要送 小我 直交 故事很短 我正 刚好你刚 许小兔 裤头发高 狂晕 小华一只喵 善才神 剑梦的未来 陈超 赵一言 香草山 家全 楠空城 Mr.峰 Mr.T-H-O-R-N-E 陆飞 可乐妈咪 新宽体盘的胖扎克 孤独小仓鼠 立个白 现实生活 踩踩踩踩踩踩踩 还有范二 许珊珊 谢谢你们 那这一期的这个 求是播报周二 就到这里啦 希望你有好心情啊 还有几天就过年了 还有什么理由不开心呢 下期节目段子来了 我们再会啦 拜拜 不能直视 满汉全席 这个词了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